作为一代著名画家,叶潜宇有着较高的社会知名度,即使在他辞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,依旧被圈内人广泛知晓,在艺术成就方面,他以漫画、塑写以及印度舞画而知名, 他在当代艺术圈的历史地位极高,但有一些人知道叶潜宇,大约也和他的婚姻有关,在四十四岁之前,叶潜宇有数段不成功的婚姻,在四十八岁那年,他有机会牵手亡人美,是幸运还是不幸运,我们一起看看,这亡人美,可不是普通人,小叶潜宇七岁的他, 十八岁就通过参演电影而知名,二十岁时,他依靠电影余光曲,奠定了在影视圈独一无二的地位,曾经轰动一时,王仁美的第一段婚姻,丈夫是老牌影星金眼,两人的婚姻,因为生活理念不合而分手,死后将近十年,王仁美一人过活, 但影星和画家能结合,完全是一种偶然,由于他们的交际圈,有个别人物的重叠,而得以相识相处, 这个两方都认识的朋友叫吕恩,是吴祖光的前妻, 其实叶潜宇于一九三零年代,就在画家丁宗的家里见过王仁美, 当时两人也是泛泛之交,当吕恩把王仁美介绍给叶潜宇时,说, 你们可以交往,但他不能再受刺激了,叶潜宇当时已经独居五年, 他也希望有能组成各家庭,于是,文从沈梦了解,两人短暂交往了几个月, 就结了婚,那时王仁美41岁,叶潜宇48岁,结婚的那一天起, 他们就过上头,并不那么幸福的日子,结婚当天,两人就闹了不愉快, 结婚三十多天,两人再次被小事争吵了起来, 王仁美甚至提出了离婚,婚姻也没有离成, 两人就这样,磕磕绊绊地活着日子, 没两年,王仁美精神上又出了状况,还被送进医院去治疗活, 之后,因时代原因,叶潜宇又在监狱过了八年, 出狱后,王仁美和叶潜宇度过了最后的十几年, 由于性格以及生活理念的原因,他们将伴随持续,到了晚年, 在最后几年,王仁美是在病床上度过的, 她先是瘫痪,之后又中风, 1987年辞职时,她至少已在床上度过了七年, 大概想到这位陪了她三十多年的妻子种种不义, 叶潜宇也陷入沉思之中, 1991年,叶潜宇回到老家铜炉, 指着一片山地对亲人说, 把我和人美葬在那里吧, 数年后,叶潜宇果真被安葬在家乡了, 王仁美是否和他合葬呢, 网上没有确切的消息, 大约是安葬在一起了吧, 在一份剧称是王仁美后树回忆录作品《我的成名与不幸》中, 有专门一张记录叶潜宇的, 标题就叫《剧老头叶潜宇》, 他对叶潜宇的评价是, 叶是个好画家, 却不是个好丈夫, 除了动画, 别的什么都不懂, 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, 当这种人的妻子, 真不容易, 王仁美的意思, 应当很清晰了, 作为一名丈夫, 叶潜宇确实太不懂得爱了, 他自始至终将艺术看得比生活更重要, 对于感情, 他又不懂得经营, 他耿直而倔强的性格持续了一声, 这大约并不奇怪, 真正的艺术家如果将注意力专注在生活上, 那大约也难输不朽的作品吧, 他们磕磕绊绊的生活, 此中滋味, 外人难真正懂吧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